N 好!人爺遊戲天天開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人爺的游戲頻道 沒有錯 我們今天在來天命三國志 那這一集的金將 因為講真的 冷月自己也不知道后续会出什么无双英雄 男游现在刚好有1万多元宝 那冷月想出来实测一下看看 究竟这10,300元宝 那我预计是抽1万就好 抽大概1万就好 看能不能够把我们的 无双黄晨艳给抽出来 毕竟我自己思考思考之后觉得 他还当一只坦 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本身有不俗的输出 那这样有一定的回血能力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来抽抽看吧 来先来第一个十抽 哦两个碎片 第二个十抽 又是两个碎片 第三个 第四个 哦这次可以这三个碎片 第五个 那我当然知道最好是抽到保底位比较好一点 保底的话是我们的 哎他好像没有保底哦 我看一下 几率公开 我又没有保底呢 那我们就真的是赌运气了 没关系我再来不知道第几个十抽啊 那我这次目标就看能不能至少抽到他出来啊 那如果不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了 下次要抽的时候绝对不要一万就抽啊 那不知不觉间我们也抽到快一半了 那现在目前有十九个碎片啊 抽到一半才五分之一这就很尴尬了 来个大奖吧让我哦一下吧 不要乱了各位大哥 还可以再来 再来 完了完了完了我的心开始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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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路抽下来我感觉 出碎片机会有点低啊我们先领一领 已经抽到161次了 再来 好歹200来个小保底吧 完了完了完了这真的不太妙啊 这已经突破200了 这已经突破200了 再来 哎呀抽到三等奖补天使啊 再来最后20抽了 最后一个10抽 哎呀 完了凉凉了 那我们现在几个碎片啊 66个碎片 所以平均一万元宝大概可以抽半只出来 也就是说如果要把全部抽完最好还是等到 两万元宝左右再开抽会相对好一点 我想说大概预计一万元宝可以运气好歪一只出来 后来发现我错了 那这样就尴尬了 因为如果歪不出来那我这一只又算废掉了 所以其实最好的情况是什么 啊那个装备啊 因为我之前有抽过一次五千元宝 五千元宝是抽到大概40个沉道的碎片 大概抽到40个沉道的碎片 所以我想说大概一万元宝应该有机会歪出一只来啦 因为一万元宝就要运气好一点就可以了 那现在发现 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应该至少保底我觉得啊 你要出一只最好存到大概 一万五会相对来说我应该会稳定一点点 假设一万可以出六十的话 一万五 出整只的机会会相对来说高一点点 那最好我觉得啦 因为我们 一万六十嘛 那只要 再多一点点 大概两万元宝应该就是可以保底一只了 那再多应该就 没就保不了了 诶 这边有元宝 可不可以再来十抽 再来个十抽啊可以啊 我这次破斧成周啦 哇 241抽啊 然后那个 69岁啊 差一点点 非常可惜啊 那现在东凑凑西凑凑凑凑 我们把那个元宝再凑一点出来吧 哇那我今天的话很多东西没办法 把那个 多打了 我来看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先拉个元宝出来 真宝 真宝把换元宝吗 可以耶 算这个CP值很低啊 但我们现在缺缺元宝就换一下出来 一千我们可以再抽两次啊 保护 再来个20抽看看 我要我要大奖啊大奖又来个大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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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那其他都是普通奖 等于说我连这普通奖的五岁都抽不太到啊 这就很扯淡 来啊再来十抽 平均大概一抽是三岁 平均平均起来的话 一次十抽大概是三岁 我要有机会再把那元宝拿下来哦 这是粮草啊记错了哭啊 元宝80 这我至少先70活药度啊 我们要快速把任务解一解 然后提升武将等级我们就来提升一下武将等级吧 来让我来看看 他升一下 一等 他来个两等 好了这少当也顺便解 我现在不需要 三十四次OK超过十次 好那这样的话应该解完两个任务了我看有办法到70 还没还没还没再来 一键收获 一键建造 那收一下 来一下 想不到这一次又是一个无极而终的下场我一直以为 无双将平均大概一万 一万多元宝可以出一只 现在看来是真的没那么好出啊 这那种少少能够出的真的是你运气很欧 而不是说无双将很好抽 很好抽啊 来可以再来了这今天今天最后最后的十抽了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来吧 76岁 真的是 GG 史密打 来看有什么可以可以稍微 补足一下好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稍微补足一下的呢 让我来看一下 那应该在 累除不累除 奇珍 这样也换8个碎片吗 8个碎片的话 我在缺多少缺24个碎片 换8个碎片再加上980这不够 有没有什么元宝可以口气拿很多的 累除福利 累除福利 不是福利 活动对活动 每日特会精选凤梨 基金 好啦我们就来来个基金啦 来吧 就来给他来个基金啊 只能这么干了 原本说要玩无客的最好还是逼不得也花个330给他 不然这太可惜了 这再灌这一波下去我就不信抽不到啊 再来个5000元宝 该出早出了 来 保护 探索实收 两个碎片 一个碎片 两个碎片 团扰就很不妙 三个碎片 可以15个碎片补下去应该是快够了 够了99 再来实收 101了终于啊终于啊 那我们就不管他抽完吧 如果能够让我歪出一只大奖我是可以生个心也不错 再来 我有来个5岁不错不错不错 我又是5岁 这样子话3岁可以 没有碎片 GG10密大 再来两岁 好正式结束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全部的结果啊 总共抽了401抽 那降魂数量是119岁 那401抽 我们就 401抽我们来算一下 401算400 因为那一抽是免费的 400抽 先除以10 40抽 40次10抽 40次10抽乘以450 总共18元宝 也就是说大概平均 那19岁我把它扣掉 19岁是在什么时候领到的 300是会领到15岁 所以平均大概要300抽左右 也就是30乘以450 建议至少有13500以上 再来抽这个词 会相对来说稳定一点点 如果你 太多或太少的话 基本上 你就会是像我刚才那种情况 会很尴尬 那现在把它灌满一下 来吧 来呀训练一波 那我们看身心啊不够可恶 当然我一定应该会花那个什么 碎片把它升到一星啦 至少先升个一星 人生第一只无双将就是它啦 那也是因为它让我在这游戏 竟然破天荒的课金了 这种游戏我是完全不会想要课的 那为了 为了给大家看这一只皇城验出来啊 我也逼不得已把它课下去啦 那大家都看到这里了 还不够点个赞分享一下吗 那我们就继续扫荡 OK再来 这帅气的小生枝啊 我们瞬间把它灌到满了 那这角色我们之前跟大家分析过了啦 它就是本身的泛用性位比较高 那强度上也至少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人类会考虑练这一只 那当然到74等周就开始下第4阶的天赋了 那目前当然没办法卡最后一个 其实讲真的 它没有到第4阶的话 强度上会差一截 因为第4阶 可以有效让它 确保它进场就开放我们的八卦奇政 那少了这个的话 嗯 差距会是蛮大的 我不需要老实讲 然后在神器部分也把它点一点 OK啊补剑石够不够 只有10件不够 提高防御提高防御的话还好啦 哎战利竟然还输潮批 才16多 因为潮批开天赋了他他都还没天赋啊 突破也没办法 神器也卡住啊 哇他的他的那个什么 羁绊绑的也太扯了吧 全部都是无双英雄啊 水晋跟徐树 黄月英跟 关心诸葛亮 坟城陆训跟关心诸葛亮在这里啊 出来了 那么后续的话应该就会索性就等那个 我们的 关心诸葛亮了 我这150拿点降令还不错 这个就是垃圾了 这个150倒是可以啊 来个150块拿一下啊 毕竟我们招险管啊 我有一口气拿一堆啊 那我们顺便抽一抽再结束今天的影片吧 反正刚好可以出一只保底金匠啊希望可以来个 郭家太史池诸葛上三只都可以啊 来 来个无双 诸葛上也不错啊 我刚好今天臭双无双啊 谁 名将貂蟬 来咯 金匠要来了 最后的十抽 那出谁啊 来 太史池 OK没有问题 孙策再见拜拜 我们的孙策终于正式下场了 太史池的暴力输出终于来了 那短时间孙策下不了场啊 为什么呢因为等级他的等级上不来啊 然后他竟然是公兵这倒是蛮惊讶的 拿着两把巨锤 虽然说确实大部分太史都是玩公兵居多啊 那拿着两把巨锤说的公兵是有点小小的扯啊 好啦那因为他有有建于他没法练到全部都满 所以我们就先把他 干宁 典尾许楚 夏侯渊吕布 还有时间 有建于他没法练到满 我们先把他放着吧 等到他练起来之后我们再把他跟孙策做一下替换 到队伍成型就是我们的 徐晃赵云黄澄 黄澄澄 诶 我抽了黄澄澄来的太史池 真的是酷啊 那这样我的太史池又成仓管啦 因为原本要他替代孙策的位置 现在 黄澄澄来了 他又没办法替代了 这是酷啊 好啦那看在今天冷月呢 帮大家实测了我们的 宝库的一个那个结果 那只要你是无课玩家我建议呀 真的真的要玩这个游戏 存到 一万 那再来说 一万五期有点飘啊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样算欧还是不欧 建议你存个一万八以上再来抽 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会稳定一点 要不然如果你是无课玩家最后差个五岁六岁 卡在那边你会更心痛啊 真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到这边准备结束了 那拿了一些我现在没什么用的东西呀 拿个周语吧 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 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类游戏 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 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